好这个影片要来介绍这个开发环境的基本介绍 那这边介绍的就是我们新手一开始要先知道的东西就好 那比较深入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 因为太早介绍其实你也用不到马上就会忘记了 所以我这边只介绍一开始新手需要知道哪些东西就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这边一开始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定是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边的专案我们就是找到这个SP.NET Core MVC 那就会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下一步 那下一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栏位了 这边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专案要叫什么名称 那你就可以自己打上你专案要的名称 那这些的话储存的位置 你想要改位置你就可以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我是都不修改它 就这样下一步 好那这一页的话你就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这一个架构 那现在已经到9.0了 那未来还会出10.011.0 那现在的话长期资源是8.0 那你要开发然后要实际上限的话 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基本上就会选择这个长期资源 那虽然说现在有这个9.0 但是我们依然会使用这个长期资源的8.0 来做这个未来要上限的这个版本 我们9.0的话大家就是可以玩一下 因为它不是长期资源 所以是不太建议把它用来这个实际上限的这个版本 那未来出10.0的话也是长期资源的话 就可以使用10.0的版本 好那这个验证类型我没有再用 所以我这边会选5 那针对https进行设定 那现在所有的这个网站 基本上预设就是一定要https 所以这边相关的设定 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打勾 好那这个容器的资源 基本上我也还没有什么机会 我碰到Dark这一带的容器 所以这边我这个课程也不会介绍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不会打勾 好那下面的话 因为没有勾这边就不用选 那接着的话这边有这一个不要使用最上层程序式 那打勾是做什么 等一下会做示范 那这个的话 这一系列的课程也不会去做示范 就这样子 那接着就可以按下建立 把我们的专案给建立起来 好那其实上一节课就有介绍过了 我们建立好专案之后直接启动 基本上这个专案就可以运作起来了 那运作起来就是一个基本的网站 是可以运作的 这边换页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 这边大家一开始所要了解的地方就好 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右边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范本 所建立的这个基本目录 那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方案 那这个方案是最顶端的 下面有的这个是专案 那这样的意思很明显就代表说 你一个方案其实底下是可以有好几个专案 那我们目前就是一个专案 但什么情况下会有好几个专案呢 可能你这个网站比较复杂 你可能会有好多个专案互相之间 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有可能你有你的类别库 它也是会是一个专案 那类别库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类别库 你们所开发的网站可能都会用到相同的元件 所以这时候会引入你公司的一些类别库 这也是一个专案 所以这下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你的这个专案网站再去引用你的类别库 或者是其他东西 所以这边可以拥有好多个专案 但是我们基本上 如果你是很单纯的话 这边就是放一个专案 这样子好 那第一个我们跳过 用不到 那第二个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打开的话 里面有个很像设定档的东西 那这个是设定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部分 这部分就是在设定你今天 在本机开发端这边执行起来 你的网址要用什么POR 这边我们会看到 https 然后是用7093 所以你看我这边打开 就是一个7093POR 那我们这边改一下 改成7095 我们再执行一下 然后就会看到 这边被改成7095 也就是说今天你有特殊需求 想要改POR的话 可以来改这边 那这边是http的这个POR 因为我们已经强制转https了 所以这边不太需要关注 我们就改这边就好 那这上面好像也有类似POR的东西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启动你的这个专案 那我们这边是用这一个方式去启动 你看这边是https 所以它的设定在这里 那这里我们要用这个iis eplace去启动 要怎么启动呢 就是你把这个勾勾选来这里 然后一样按下启动不增错 这里我们看 这里就是44317 那它的POR在哪里改呢 就是改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今天你用iis去启动 你要改POR就是改这里 然后你要用这一个http启动 要改POR你就是改这里 那至于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也就是选你喜欢用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设定档是改POR的地方 接着的话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网站的一个放静态资料的一个目录 比如说这下面就放了这个CSS跟JS 还有你未来可能会有很多Library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那这里的这个路径在你的网站要怎么打出来呢 其实它就是你的从根目录开始算起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我今天要读到这个档 那我就是在你的根目录这边一个CSS 然后SIT1.CSS 你就可以读到这个档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读到这个档 那路径就是相对的路径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预设放静态资料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预设更多放静态资料的路径 那这边以后再提 他一开始会先预设好你一个地方 可以给你放静态资料 好那这个相应性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按右键 然后按管理这一个套件 那这个是你未来可能会需要用到人家 写好的一些套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下载 那像我比较常用到的可能是一些报表 要产生Excel 我可能会去下载Excel的套件 或者是产生PDF 我会去下载PDF套件 就会在这里去做搜寻 然后下载安装 那这个地方通常会比较用在下载这一个 额外人家写好的工具套件 来做使用 在这边下载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资料夹 就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要介绍的 经典的MVC 有M的资料夹 V的资料夹 跟这个C controller的这个资料夹 那就放上对应MVC需要写的这个程式码 这样子 好那这边就是经典的三个资料夹 都已经预设在这边了 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还可以打开 下面有两个 那这个通常是放一些设定档 设定参数的一个东西 什么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未来会需要使用一些资料库 那资料库我们一定会有他的目的位置或账号密码等等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写死在我程式里面 我们在取得资料库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他这些目的位置跟密码账号 那我们不会把密码账号写在程式上面 我们通常会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参数档的位置 那通常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程式再去这个地方去抓那一些参数的位置 所以这地方可以放一些参数 那放在这里的好处是什么呢 未来你要做修改的话 你不用把程式重建重新发布 你直接改这个参数马上就可以去套用 因为程式就是读这个类似文字档的这个参数档 好那这边是用这个Jason写的 好那这边会有两个档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如果你在开发区 开发区就是我现在执行的这个地方 就是开发区 用同样取资料的同样的程式 去取的话 如果你在开发区 就会取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这个login 那如果你在开发区 就会取到开发区的这个档的资料 如果你把它发布 发布到上线区 放在server去取的话 就会取到这样的资料 就是取的地方会不一样 那这样子 当然就是在你开发跟上线 就是会很方便 你不用去调你的程式码 因为你程式码会自动去判断说 今天该取这个档 还是取这个档 好那这个是有两个参数档 一个是for开发区用的 一个是for上线区用的 那你不用去改动程式 就可以取到不同的参数 这样子 好最后这个Pocoin这个档 基本上它是有点类似 我们整个环境参数所设定档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设定什么呢 这边有设定这个强制转HTTPS 跟我们以后会用到的路由设定 等等的一些认证 路由还有静态资料档 还有我们错误页面要导去哪里 等等的一些设定 我们通常会在这个档去做撰写 那这边你也先不用了解 这边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以后会一一用到 就会一一介绍到这样子 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示范的 这个勾勾 不要使用最上层乘数字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勾起来来看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好那它差别只在一个地方 就是扣滚这个档 好有没有看到刚刚我打勾起来 它档变成这样 那没打勾变成这样子 那这两个档差异差在哪里呢 差在这里是有阶层的 那我们不要打勾就没有阶层 那两者差异就是 其实我把这外面的这个阶层去掉 就变回一样了 那这个是在Net 6.0的时候 变成一个预设的样式 以前都还有阶层 但是可能设计师后来想一想 这个就有点类似这个参数设定的地方 不需要这种传统类别的这个架构 因为传统类别架构 是因为我可能要写很多方法 然后很多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变数等等之类变数 需要有这样明确的架构 但是这个有点已经变成是一个参数设定档的 这个类别 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平面去做解决 我们不会再写其他方法 其他变数了 所以这个地方设计师某一天某一个版本 6.0的版本就把它改成 可以用成这样子 但是刚改这样子 一定是大家蛮不习惯的 想说程式好好的列别程式 怎么变成这样 绝对会不习惯 所以为了照顾那些不习惯的人 所以他那边特定还有一个选项 让你打勾 就是你可以维持原样 好那最后最后 还有一个东西要讲的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系列 我们会有个设定蛮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不在这里改 可能后面会有一些写起来 会跟我不一样 就是为什么我写好像不会有虚线 但是你写就会有虚线 那就是这个设定有一个差异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专案这边 按下这个编辑专案版 这边有个东西 nualable他的参数是enable 这个是一个预设在以前的版本都还不是预设 都是预设这个disable 那在某一个版本他就变成enable 但是我这边的话我这个系列我会用这个disable 因为enable的话其实写起来会有很多地方很困扰 那在新手学习的接管用这个enable会比较不好去解释太多东西 所以我这个系列在教学的时候会用这个disable 那你可以改成disable 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拿掉 那拿掉的话 其实他内心的预设还是disable 但是他在专案产生出来的这个预设 他会把它enable打上去 但是拿掉的时候不写的时候 其实他的预设是disable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disable 或者是把它拿掉 那接下来就会跟我的系列专案在教学的时候会是一样的 不会莫名其妙跑出这个虚线 那如果你忘记拿掉 然后跟着我的专案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不能执行 或者是虚线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一定要拿掉 好那未来有机会我会再讲解这个enable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但是这个影片我们就先讲解一些新手可能需要知道的哪些东西就好 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开发环境基本介绍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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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